若不是大S皮素汪小菲,大家還意識不到張蘭究竟有多厲害 如果在YouTube世界中,我們就說所謂的Hot Topic 或者大陸是一個最紅、最高流量的 或者今天的熱手,抖音熱手就是那期最熱門的東西 大家在畫面看到張蘭、大S、丈夫汪小菲 這三件事,好像與香港人沒有關係 但如果我們作為一個商業協調 我本身的本業都是在這行業 這類的八卦,你不能看得少 現在說的是,他們三人經常在吵架 而最近一期,這件事就爆發了 汪小菲去到台灣,指著自己大S的四億豪宅 走到警局,說我現在要告我以前的前劑 說他是濫藥,甚至張蘭就可以回應 你知道這種濫藥,吃這些藥會怎樣? 是神之不清的 大家是否不知道,濫藥要什麼程度才叫濫藥 我告訴你,吃三十片這種藥 你那一天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張蘭是很具體的 這類的熱熱題會怎樣影響 大家可以留意到 知不知道張蘭以前是做什麼生意? 沒錯,她就是做飲食界 開始時,她也是很辛苦的一段日子 養大兒子 在美國就很辛苦地找幾份工 打幾份工 最後就儲到兩萬元美金回來中國 開出第一間村菜酒家 如是者,她發現找到現金 也開得很快 因為當時中國也是很蓬勃的 然後她就開始想到一條計劃 就是開這個叫做超江南 超江南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她有一個叫做中央廚房 而令她可以將很多菜式 都可以做到一個預製項目 預製項目是怎樣? 嘩,下去店鋪散貨的時候 是不是快很多? 到時店鋪在門口 可能不足15秒就可以出到一個菜式 而其實超江南每一個菜式 她也想過 令她在15秒出賽 不會失去水準 以及能夠保持吸引力 張蘭也可以說是這行的表表者 當然後來始終她的學識也有限 在面對銀行員的時候 其實跟她玩所謂的對賭 在內地基金玩一種對賭 或者所謂的這些銀行員 可能也有點欺負她 於是便輸身家 詳細的故事 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再講 不過說回這些八卦是什麼? 張蘭沒有全副身家 超江南也沒有全副身家 如是者她開了一個叫麻綠記 麻綠記是賣辣的 和我們說的 都算是off the counter 包好了 其實裡面多多少少 都是有一些叫做 preservative 等你吃了 你也可以叫保鮮的東西 都是一些化學劑 大家少吃了 再繼續講講她的故事 由於她這類有了防腐劑 可以放得上 在過去的三年疫情 實在是很好賣 當大家在家裡 例如吃慣了某一個地方的菜 你可能吃其他菜 即是畜食 其實在那個圈裡 他們的生意是非常不錯的 但是被張蘭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往往汪小菲和大S 每次在言語上或網上發佈的資料 吵架的時候 那個流量竟然可以打入抖音 令到她平時的抖音或直播帶貨 其實那個流量是可以激起的 至於如何倒流這東西太技術性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慢慢再講 但是令到流量高的時候 直播間可以買到的貨 也會多了很多 所以你會留意到 其實究竟是否真真正正是吵架 還是有時把小題大作了 其實有一個老婆 能夠比較出名 而每次吵架都多人看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類型的東西 是不可以看小的 如何證實這件事 其實所有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的老婆比較出名 多些人會看 你亦可以多些話題製造 令到自己的牌子 或者自己做生意 或者上市公司 亦可以操作一把 這不是一個新東西 但是我沒有辦法不說張蘭真是很聰明 在這段日子 他除了做這些網上推廣自己的產品 或者日銷 或者做很多小時直播之外 其實他參加了一個 叫做AI的學習 甚至是切片帶貨 這又重要 在內地來說 現在其實上市已經很不容易 而且上市很不容易 而且上市很不容易 又會讓一些帳戶 如果認識不夠深 又被人過得很冷 其實不見很多錢 所以網上的直銷 直播帶貨 這類生意 其實全部都是現金 比起你和有商店做生意 其實分別不太大 而且可能有很多東西 你可以像廣告一樣 但你又不需要和廣告公司有太多掛勾 純粹令自己的出席率比較多 所以這方面的東西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追著我接下來的 趙江南系列 同場嘉宴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次好像在畫面上 多了一些東西看 我又不敢說 特別好看 只不過我用一個 叫做 剪影 即是大陸的CAPCUT 的軟件 來做AI 插入一些畫像 如果大家看YouTube 就變成有些東西看 就不用太寡 你要留意這件事 就是這些畫面 其實全部都是AI創作 即是大陸的CAPCUT 其實它已經在幫你做Movie 或者Video的時候 它已經非常進取 可以做到你說的內容 大約它會幫你配置適量的畫面 而那個畫面 就不是亂插來放進去的 是relevant的才放進去的 其實我比較它跟Canvas 其實我有用過其他外國人的 譬如FINEHEAT 這一類軟件 去做AI 幫我插入一些資訊 但是如果說東南亞 或者我們 Greater China Region 即八卦的東西 其實外國人的內容 不能掌握內容 所以沒有辦法 能夠給予 比較適合的畫像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用內地發展的 剪影或CAPCUT 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大家不妨嘗試一下 不要用外國人版的CAPCUT 就是用大陸版的剪影 剪影本身是抖音發展出來的 其實你可以看看 之前我的其他影片 我下面有一個連結 你可以看看 其實我也有提及過 就是這個剪影 其實是一個什麼投資 所以這個軟件 比起iMovie 或者其他外國人的剪接工具 更加有效率 而且它適合 手機就完成了 因為我們一般的素人 或者一般人 其實要弄傷電腦 我們都是麻煩的 尤其是我們很多時候 為了要出片達到效果 或者速度的時候 我們要比賽 你也知道 現在我們的目標 希望一天可以做到五條片 每次都抖著電腦 說不定 或者我那天只是去那裡逛山 我可以簡單一點 我可能坐在那裡 也可以剪片 做到事情 這才是現代人 去在YouTube 找食的格局 大家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 不妨可以在下面 留下一些留言給我 通知我 我可能發展一下這些 多說一些也好 起碼大家不只是聽八卦 起碼都知道 原來聽八卦 我們要做八卦 我們有甚麼工具 我們都要有定在這裡 所以 跟我們平時玩YouTube 可能我們來了一個雞尾酒 又用大陸的東西 又用我們香港的 或者是外國的YouTube 來組裝一個工具 讓我們可以找多口吃 出多些片 又快手 又多人看 自己聽到很開心 讓朋友聽到又更過癮 下次再說 拜拜